這顆颱風它的位置已經在我們的家門口了 大概就是在我們的俄蘭比的南南西方 大概是在160多公里的海面上 不過它現在的腳步非常非常的慢 它時速是只有10公里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慢廊鐘 原本預估影響我們的時程 現在又開始跟著拉長了 預估是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預估可能會登陸在台南沿海這一帶 那最快的話可能是要等到週六的清晨 它才會從北海岸這邊來做出海 這張圖表是各國的預測路徑圖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昨天這一整天 它幾乎都是在原地在打轉當中 幾乎都是在這裡轉圈圈 走一個類似Z字形爬梯子的這種類似路徑 但是它現在的腳步還是很慢 時速是只有10公里的速度而已 所以影響到我們的時程又會再開始拉長了 我們從現在的颱風警報單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海上另外還有陸上颱風警報 都是在持續發布當中的 陸上颱風警報的警戒範圍 包含台中以南一路到恆春半島 另外東半部地區來說的話 包含花蓮 另外還有台東跟澎湖 陸上颱風警報都是在持續發布當中 那海上颱風警報來說的話 包含台灣海峽 還有台灣的東半部海面 巴士海峽跟東沙島海面 都是在這次的海景的範圍之內 那剛剛鄧薇有提到說 它在今天清晨的2點半的時間 已經減入為是中度颱風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東北風南下的影響 那颱風碰到乾空氣之後就會減弱 所以現在才減弱為是中度颱風 不過剛剛一開始也提醒大家 它的腳步真的好慢好慢 時速現在大約是只有7轉10公里而已 移動的方向是往東北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對我們來說它的影響性又會再跟開始拉長了 不過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因為它現在還是一個中度颱風等級的颱風 我們來看到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 還是有每秒是來到了48公尺 還是一個中度颱風的上限 所以預估它的中心在登陸了台南沿海一帶的時候 還是為我們南台灣會帶來是強風豪雨 而且它的氣急風暴風半徑 現在還是有220公里 等於是說它還是一個很胖的颱風 尤其到了今天晚上的時間點到明天清晨 尤其是台南 另外還有在高雄屏東沿海一帶的觀眾朋友 還是要特別注意 剛剛佑榮有說現在看起來還是一個很胖的颱風 但是我手邊其實有一個資料是氣象署有說 這個颱風如果在登陸之後它會慢慢的變弱 而且會弱到變成熱帶低壓的一個程度 屆時的風雨對我們來說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確實它有可能會有減弱的趨勢 主要就是因為它在登陸的過程當中 它非常有機會受到我們的地形的破壞 現在來看到它的氣急風暴風半徑還是220公里 但是我們主要是要看它會不會變弱 是要看它的近中心的最大風速 剛剛我們有提到它的近中心的最大風速 現在是每秒是48公尺 也就是一個中度颱風 但是它的中心在登陸到了台南之後 非常有機會減弱為式輕度颱風 接下來隨著它往西部這邊 開始逐漸北上的過程當中 因為還是碰到陸地嘛 所以非常有機會再從輕度颱風 再減弱為式熱帶型低氣壓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 就算它簡入為是熱帶型低氣壓 或者是輕度颱風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的雨量 大家還是不容忽視的 以現在的這張也就是雷達風場圖 大家可以看到 像是在嘉義以南還有在花東這個風雨 是會持續一整天 而且它在明天清晨登陸到台南的時候 就會是南台灣風雨最強勁的時間點了 如果是以我們剛剛觀測到的最新數據 像是澎湖來說它的時雨量將近是有90毫米 那另外在台東的時雨量也將近是有40-50毫米左右 從下一張也就是實測風雨圖表 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前兩天的累積雨量來說 包含像在屏東春日還有在台東的晶風 累積雨量下來也將近是有400多毫米 那在屏東的獅子鄉也將近是有332毫米的 那來看到超大豪雨特報現在也是在發布當中的 包含屏東山區還有台東現在是在發布的是超大豪雨特報 那另外花蓮的山區則是在發布的是大豪雨特報 那另外嘉義縣台南高雄銀蘭跟澎湖 則是在發布了豪雨特報 那至於在北台灣也就是北北基陶 還有新竹線跟嘉義市跟雲林 現在來說的話則是在發布的是大雨特報當中 從下一張總雨量預估圖表 帶大家一起來做分析喔 可以看到總雨量預估來說 最多還是集中在花東還有橫沉半島 包含像是在花東還有橫沉半島的山區 總雨量預估下來將近是有1300毫米 那這樣的雨量當然有機會是達到 致災性等級的雨勢 所以前幾天我們有看到 包含像在蘇花公路還有在北溢公路 也出現了一些貪方的狀況 那再提醒大家這個雨呢 開始持續不斷一直下一直下 所以這幾天花東的山區還是要特別留意 還是有機會容易會有貪方 或是土石流發生的情形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是東半部地區 現在要來看到的是西半部地區 來看到西半部包含像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區 還是有機會喔 總雨量預估是上看到了600毫米 尤其南部地區是首當其衝的區域 包含像是在南高坪的山區 也是有機會總累積雨量是來到了600毫米這麼多 那另外風力上面的預設也帶大家一起來關心了 我們來看到包含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台東的瞬間震風有機會來到9到10級 像是在蘭嶼也有偵測到將近是12級的強震風 那另外在恆春呢 瞬間震風也是有機會上看到了11到12級的 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區觀眾朋友 大家今天早上可能會覺得說 雨看起來還好 但是風其實還蠻強的 那主要呢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區啊 現在來說沒有受到它外圍環流少到的影響 所以雨現在看起來還好 但是瞬間震風還是有機會可以上看到9到10級的 南高坪地區尤其就是這一次颱風 它的中心登陸的地點非常有機會 所以瞬間震風還是有機會可以達到10到11級 最後我們來幫大家統整一下這次颱風所影響到我們的最新時程 那現在來看它的腳步又再更慢了 時速就是10公里的速度 所以預估就是在明天清晨呢 會從台南的沿海帶來做登陸喔 那接下來呢就是順著這裡開始一路北上 不過在北上的過程當中啊 它非常有機會呢就是開始逐漸的減弱減弱 有機會呢它可能就會變成熱帶型低氣壓 就在我們台灣的陸地上就做消散 但是也是有機會呢可能是在周六的清晨啊 有機會是從北海岸這邊來做出海 所以呢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地區朋友 大家要特別留意 這樣的風雨時程非常有機會 直接影響到禮拜六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颱風最新動態 好不過現在山陀兒這顆曼廊中啊 它的速度真的好慢 它的時速呢大概是只有10公里的速度 所以呢對於我們來說的影響性相較就是會拉不加長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張 當然隨著這個颱風的腳步開始逐漸的往前 大家可以看到呢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時間點 那在中部以南地區的雨勢呢就會開始越來越明顯 而且北台灣也會受到它外圍環流掃到的影響 在今天晚上8點到明天早上的時間點啊 包含上次在北海岸另外還有在北部山區 雨勢上來說也會開始越來越大 那到了週四的白天的時間到了週四晚上 主要的雨區呢就會開始集中在中部以北地區 還有在陰封面的東半部 也是要上方容易會有大雨甚至豪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那剛剛也在提醒大家這山陀兒腳步真的好慢好慢 現在時速還是只有10公里 那會這麼慢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現在還卡在一個安行場 所以延後到明天清晨才會登陸在台南一帶 但大家不要忘記它還是一個中度颱風 所以登陸的時候會帶來破壞性的暴風還有瞬間的強降雨 那在北上的過程當中它其實會擦到我們的陸地嘛 所以你有機會是減弱為是輕度颱風 甚至氣象鼠他們也說不排除喔 有機會可能會減弱為是熱帶型低氣壓 然後到週六的清晨從北海岸出海 或者是說有機會可能是在陸地上面直接的消散 不過也是因為山陀兒颱風它實在是走得太慢太慢了 那北北雞頭今天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雨也被大家罵翻 想說這樣為什麼要放颱風架呢 當然提醒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喔 因為台大的氣象團隊他們預估到了今天晚上北台灣就會下雨了 但是不是受到颱風它外圍環流的影響喔 主要是受到台灣東側的暖濕氣流在北上之後呢 形成類似東北季風跟颱風共伴效應的封面 所以在今天晚上包含像是在台北的陽明山山區 可能會有大豪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回到她的營車